建行 建行 剛才說了 有朋友問3908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大概 來人股的整體形勢 估計今年 營利會表現不錯 整體來說 加上最近資金 好像正在進入這個環鼓 而事實上 建行自己本身又出現少少 技術突破 一個底、兩個底、小箱底 已經穿了箱底頸線 很多交通道在抹帶 一直在沿著上方走上去 所以走勢有機會 進一步向後 而且可以突破下降軌 技術走勢不錯 可以留意一下 重要阻力 可以先去到這些位置 比較大的重要阻力 約6元開外 這些位置還有幾個百分之進 加上息息又高 可以想想 在這個不明冷的市場 相信不少資金 都會融入傳統經濟股 特別是傳統經濟得來 百搏去盈利可預見 高一點 這類股份沒有特別的政策 這麼多年來 一直監管得比較好 不是所謂夜晚生長 一向都比較好 應該沒什麼特別新的政策 加上盈利 今年就比較好些 股息長期拍得高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